也是唯一一次怀疑的是 我刚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是离岛推轮椅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张勉怎么样 他就说了三个字 他睡 我当时就觉得 他的语气有点乖乖 我也想到过 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什么 但是那只是一瞬间 我想不会的 我想肯定没有时间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往那方面想 直到九月五号的晚上 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手机被没收了 但是我也需要跟家人发短信 打个电话联系一下 那我会每天只有一次机会 就是借Karen的手机 发个短信或者打个电话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给我的家人发了一条短信 刚发出去不久 就来了一条信息 那我以为是我的 然后打开一看 那几个字 给我一种很不详的预感 但是我想不是我的 我也不能去详细地看 我也不能去详细地看 我看到最先几个字是说 你写的那篇道文 我看了很感动 我就想说道文 为什么会有道文呢 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那里待了几秒钟 然后我就不管了 我就继续往下看 后面写的是 但是他不太适合在免的葬礼上用 还是放在他以后的纪念册里吧 我反反复复地看了很多遍 因为我就是无法去接受这个事实 他马上就抓住我说 你不要哭 我说你不许哭 因为当时我还有很多伤 很怕我眼泪会刺激到伤口 我没有哭 因为我当时是感觉整个人是懵的 然后我就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面 我就问自己 你相不相信这个事情 然后凯文就一直在拍门 他怕我在里面 他不知道我在里面干什么 然后 我想我不敢去开那扇门 因为我觉得我要是打开了那扇门 我就必须要去面对那个现实 我就要走回到现实的世界里了 但是没有办法 你必须去面对去接受 哪怕你不愿意 后来我就开门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如果我明天不去的话 那我就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 然后 然后到这个时候 然后就忍不住 就凹尔大哭了 那时候不是因为伤口是不能流眼的 然后我就这样 就低着头 就直接让那个眼泪滴到身上 就不要流在里面 但是就忍不住了 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在医院发热了 想出去走走 然后医生就特批了一个单子 让我可以出去逛 然后到海边 我们说想去便利店买点东西喝 一进去别人看到我的样子都很害怕 以为我是什么 以为我是什么黑色会的 因为那个样子很惨 然后就都在海边 住了很久 那天 我又跟开门讲说 我说或许张勉勒他走得早 是因为他的功课已经做完了 可能当时我也是在 去寻找一种缓解悲痛的心情的一种方式 我就跟他说 可能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在学怎么去做人 或者说是上天派我们来当学生 当你现在回想起他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 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特别爱笑特别开朗 我的手机里现在还留着他最后一条短信 是离开恒店之前他发给我了 说小伙儿他平时叫我小伙儿 小伙儿你洗完澡我们就出发 他11月份过生日是吧 对 你还为他去吃了一碗面条 去一家素面馆 而不是素菜馆 然后点了一些素菜 然后吃了一碗素面 就是这一次知道他走了是 你真的开始哭 然后真的开始知道事情有多严重 张勉那一次就是 应该算是就像你说的 是真正的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打针 我就感觉整 从这个世界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第一次见到张勉的父母 在他们山东老家 看到勉的妈妈我还是心里很难过 因为 我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 完全的垮了 就感觉觉得生活没有希望 而且我听他们说就是 他自己身体也不好 免得妈妈还有对你说什么 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跟他通过一次电话 当时他跟我讲的话 让我很感动 他跟我说 涂哥你不要哭 你要坚强 你一定要把伤痒 你这一次就是脸上的这个手术 大概现在一共做了多少次了 到目前为止是做了 如果算上加薪的话 应该做了四次吧 我本来有可能做完手术就OK了 但是医生说你还要做术后的恢复治疗 就是疤痕的按摩 那倒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因为医生给我定制了一个压力面具 就像那个特警队的那种黑色的面罩 但是是特别紧的 它是为了防止你的那个发红长大长长 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带雨 然后头两天是觉得呼吸都非常困难 然后我就跟医生说能不能减两个洞 让我可以吸气的 他说可以 然后又带着那个耳朵挤得特别痛 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耳朵都是很红的 因为它压力特别大 然后我就说医生可不可以在耳朵这里减两个洞 他说不行 因为洞减得太多 那个压力就不够大 因为我们之前都会很好奇说 去韩国的那个医生会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你真的觉得那边会不跟香港会跟内地差反够吗 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 在那边做整形啊修复啊 这种手术非常非常的普遍 就是我感觉他们的诊所便接都是 而且都是很小的 可能就是几个房间 就是我第一次去一家诊所的时候 我完全不信任那个医生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小了 比起我们国内的大医院 香港的医院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信吗 最后经过多方的介绍 前线啊 然后找到一个 艺术非常高明的医生 然后他看了我的上以后 他说 他有进行可以做好 但是可能要分几次做 这个手术也是我在我和医生的共同配合下完成 因为在做的时候 他要需要我睁眼闭眼睁眼闭眼 他要看我的样子 那个眼睛那样 就是你做菊麻的时候 你能听到他用那个刀 在割你的皮割你的肉的时候 那个感觉很不好说 回上海以后吧 就是我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 就像你说的 在别人面前的时候 我一直就 啊 很乐观啊 但真的是一个人 安静下来的时候 那个思绪会控制不住的 就是你不想让他往 坏的方面想 他还是会去 还是会钻那个牛角尖 当时是属于躲在家里的意思 上街吗 上街会 要很小心 很少上街 然后 我有一次 陪我妈去买钢琴 因为 她想买一家钢琴 然后我就陪她去跳 然后还 在街上被 被别人认出来 然后就 哎呀 很害怕 就 赶快走 很害怕 就不想让大家看到我 受伤的那个样子 好像我有一次碰到 就爷爷碰到一个人 认出我来 她说 他们在议论嘛 就说 那个就是 那个胡歌 就那个毁容的胡歌 毁容这两个词 会对你有词啊 还好吧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毁容 如果我真的毁容了 然后听到的话 可能会接受不了 如果你自己选的话 你是不是早就放弃射掉了 其实有 很多次 我都跟凯伦提出来说 请她换卷 换卷 就是让别人来演过情 其实当时 我自己心里面都不知道 我能不能 回复到 可以继续排射掉的那个样子 但是 Karen给了我很坚定的信念 她就跟我说 这到好为止 是什么时你 会决定这样去做 因为如果我们 不做这个决定的话 就是我们当时候就 换人的话 我觉得 可能损失更大 我们会损失了这么多年 大家的信任 交情 我们损失了一个 很好的 小孩的一个前途 今天是胡歌 十个月以来 第一次 出现在众人的实现 能够出现在 摄像机的面前 所以很紧张 真的会紧张吗 会啊 我觉得我说话的声音 就是颤抖了 你没有听出来了 十个月不至于 把前面所有的东西都忘了 不是说忘了 就是说 因为 休息了十个月 然后再次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 我身上肩负了很多东西 首先是 要面对的就是 许许多多关心我 支持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 这一次重新出来的话 大家能不能接受我这个样子 当一个人的微笑 给无数人带去温暖的时候 从那一刻起 我们就不该让哭泣 出现在他的生命里 所以微笑的天使 不准你再哭泣 相信命运的人 总觉得幸福是一个常数 以前索取得多了 留下的就少了 可是他们都错了 其实幸福是一个未知数 只要追逐着向前 他的小尾巴就会摇摇摆摆 围绕在你的身边 所以她跟胡哥的经纪人聊的时候 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蔡姐说 我要把胡哥的日程 排得满满的 要不然一停下来 她就会有逃跑的念头 的确是想过逃跑 因为我跟她讲 就说前天吧 前天我已经收拾好心了 我跟她说我准备出远门了 准备逃跑了 已经想好了 可能先去火车站 然后随便买一张去哪里的票 然后就上车 然后到站了以后再买一张票 再去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消失了 真的有准备好行囊 真的真的 为什么会呢 就觉得压力好大 无法成熟 但是当我要跨出那一步的时候 我又觉得不可以那么不负责任 还是要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其实我刚才说 我说其实上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真的不一定是件坏事 他可能会让男人很有名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有时候身上有巴的男人 就像戴着勋章一样 说明他有过不同寻常的经历 如果有了选择 请勉勉不要选择 用这种方式被表彰吧 那倒是 而且我想 很少有人会像我这样 把勋章戴在眼睛上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感受 就是这十个感受 你最大的生活是在什么 我想我跟以前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经历过一次死亡 或者说是我与死亡擦肩而过 然后我又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这让我觉得其实物质和欲望的东西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都将灰飞烟灭 那其实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精神世界 车祸对于胡歌来说 也许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是生命中必经的一个坎 而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 胡歌选择的是笑看人生 他的相貌或许和以往不同 但他的眼神依然坚定 我们所看到的胡歌 不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青色小伙 如今的胡歌更加成熟 更加睿智 希望他今后的星途 可以越走越平坦 没有坚定了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吗 既然我今天已经坐在这里 又面对镜头 接受采访 那我觉得 我已经想 我已经知道 而且已经选定了 我接下去要做的是什么 而且我 相信我可以比以前做得更好 好那也谢谢胡歌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今天绝望 东方幸运了 最后还是照例为大家送上 我们的贵人娘的蜜点播送祝福 送手胡歌的歌吧 我们的贵人娘的蜜点 梦时夜随风夜一片片梦 爱已走到尽头 恨也放弃承诺 命运自然幽默 想法太多由不得我 装置凌云即很丑 痴即难逢即人流 再回首 却微笑穿醉梦中 小谈子雄 不知惊狂中成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